随着网络消费越来越盛行 实体店面的生意多少都受到了影响 尤其书店更是一家接着一家收了起来 但是仍然有人实现了开书店的梦想 选在风光明媚的巴黎河岸 开设了一家可以用餐的书店 不少行经巴黎自行车道的民众 都会发现这里有一间看起来小巧雅致的书店 原来已经退休的柯小姐 一直希望能一元开书店的梦想 而找到了这个圆梦基地 因为这里很悠闲 然后有一些台北人休闲的地方 然后因为我们应该是巴黎唯一一家 卖新书的书店 然后希望就是在这边有一个好的环境 然后这里也很适合阅读 过去从事相关行业的柯小姐 知道爱书人的困扰 不但在店内搜罗了各式各样的书籍 也精选不少她自己喜爱的文学类的好书 因为我觉得现在人都很大的压力 然后现在也比较少有机会去接触到书 或是到大书店 你可能要找一本自己想看的书也比较困难 那书店里面的书都是选过的 新书都是选过 就是我自己选 所以是选书 是哪一方面的书籍会在这个书店可以挑选的到 文学类或是心灵疗愈类的 或是一些占星的书 然后也有一些美术的书 大家来到这里不但能把想看的书籍买回家 还能选一个喜爱的位置 享用美味的料理 欣赏窗外无价的美景 我今天点的是罗乐番茄帕琳 他们家的餐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它那个青菜这个就是很清脆 然后有芥末的味道 然后这就属于青史 对就是在这边还可以看到书 对就觉得说很悠闲的下午 嗯 钓鱼面 对 他觉得这道餐的味道怎么样 很好 很好吃 然后很清淡 然后嗯 就是物超所值 嗯 那你刚才好像有分享到说你住附近 对 就是所以就经过就觉得这间书店好特别哦 应该可以边看书 然后边吃餐 书店经营到现在快三年的时间 柯小姐坎言也曾经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但是随着客人口耳相传 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里 也让他重燃信心 希望继续努力下去 记者沈正林锦鱼巴黎采访报导 我们在给予一下 我们在把节奏 听看吧 我们在做什么 有一点 邦袋面